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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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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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剛剛把完杯之後啊 現在要來把剛的書紋 還有這個金子拿來燒掉 我們剛剛燒完東西之後 同時廟方也幫我們帶好了衣服的印章 而且還幫我們這樣裝起來 太可愛了吧 我來這邊才知道原來我阿嬤以前叫我拿一件衣服給他 然後回來後面就有紅紅的印子 原來他就是來做補韻 就在這邊 然後回去要先穿 阿嬤有膠帶 然後這些東西呢好像要在這邊先吃掉 龍眼還有這個 這是什麼甜的米糕是不是 我記得我小時候阿嬤還會叫我吃 我們來吃吧 好了我們今天儀式結束了 那旁邊這一位呢 就是今天幫我們做補韻的道士 子恆哥哥 那我想問一下 就我們今天做這個補韻啊 它主要的內容是什麼 呃今天的話是我們農曆六月六號 我們說天門開的日子 那它是一個叫天曠節的 流傳下來的一個節日 那就在這天的時候呢 是上昌開恩 祈福補韻的最好的日子這樣子 所以我們做補韻 它不是隨便哪一天就可以做 補韻的話 我們通常都是有 年初會做一次 那再來就是年中的時候 大部分人會再做一次 那是時段性到 我們就再做一次這樣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也會跟我們的神明起誓說 欸是不是我們可以做這個補韻 把會幫大家做補韻這個活動這樣子 因為畢竟補韻也是要有神明的加持這樣 對對對 所以都是要經過神明同意的 喔 了解 那除了補韻之外 還有做什麼其他的嗎 我們的話呢 除了我們年初也有做補韻 跟年中的時候有做補韻之後 我們年初還有做Jaguy的部分 喔Jaguy Jaguy是要打人那個嗎 不是不是 Jaguy的話它是看你的 每個人一年之中的話 有什麼觀煞這樣子 然後去把它做一個化解的 我想問一下剛剛我們在拜拜的時候 底下一盤一盤的 裡面內容物是什麼東西 我們一盤一盤的話裡面是 每個人的衣服 我們每個人都會有一份書文 先寫著公文上去 上層的意思這樣子 喔 了解 對那就透過這份公文來做傳達 然後這個是運費是不是 哈哈 這是我們所謂的四色金 就是有我們的大把手金跟 褲金 掛金跟那個手金這樣子 那另外我們補韻的話就是這個 天地水庫跟天地水錢的東西 天庫是赤福的意思 那地庫是赦罪 腿庫的話是解餓的意思 那就是今天這三個東西要都補 才是補你的運勢 把你的運勢補起來的概念 了解 嗯 然後是一個吃長壽的意思 吃到老老 這樣的意思 就是容許的吃這樣 了解 那像這個面線的話就是 吃長壽的意思 喔 也很長面線 對對對 那龍眼呢 龍眼的話呢 我們龍眼在拜拜結束之後 我們要把它的殼拖 就是打開來跟著銀座一起化掉 意思就是說你脫殼的意思 把你的舊運勢脫掉 那今天就是煥然一新的感覺 那我可以吃荔枝嗎 荔枝啊 荔枝沒有曬乾的 啊 龍眼 龍好像是個蠻吉祥的吧 對 因為龍眼的閩南語的講法 它叫後把 喔 對 是腐弱的意思 道士跟一般其他神職人員 是哪裡不一樣 道士很多人會把它認為是雞同 可是 對 雞同不是要那個嗎 對對對 他們 他們其實是不一樣的 因為雞同的話 我們是說神明降價在人的身區 然後來辦事 那我們道士的話 是我們以人的角色幫神明做處理事情 我們等於是神明的助手的概念 喔 也算是就是跟一般民眾的一個溝通橋樑的感覺 對 我們等於是人跟神之間的那個溝通橋樑 我們透過我們做這個儀式 然後來達到神明想要幫忙做我們的事情這樣子 今天對這個工作職業還有補運的部分 我們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那今天謝謝子恆哥哥 謝謝你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們還想要了解什麼 知道什麼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給詩詩 那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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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